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以为我足够强大 可现实却给我一记又一记的重锤 每个我以为的背后都有不一样的心酸 有一种心酸叫做我以为 人们常有这样一个认知 在外靠朋友 朋友越多越好办事 可事实并非如此 就像曾广闲闻中的拷问 酒逢知己隐 诗相惠人淫 相识满天下 知心能己人 朋友再多不能交心 也只是酒肉朋友 这样的朋友在你有难时并不会帮助你 还会冷眼看你的笑话 让你的处境雪上加霜 室友小韩是个生意人 性格十分好 许多人都喜欢和他交朋友 他也常常为此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有很多朋友 以后办事更方便 有次他的闺蜜大美劝他 不要乱交朋友 要看清人 小韩觉得大美是嫉妒自己朋友多 两人为此尝了一架 谁都不低头 小韩心想自己这么多朋友 少你一个没影响 后来国庆期间小韩去外地出差 到了地方被告知没酒店了 小韩便找当地的朋友帮忙 那位朋友之前去小韩所在的地方 小韩都会帮忙打点好 谁知那个朋友听完后冷冷地说 是吗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要不你问问其他人 小韩人生地不熟 没办法只好发朋友圈求助 大美看到后十分担心他 连忙联系他 并找人帮他订酒店 事后大美还开玩笑说 不是少我一个没影响吗 小韩这才不好意思地承认 对他最好的还是大美 真正的朋友从来不在于数量 而在于质量 虚伪的朋友 会装模作样欺骗 真正的朋友则掏心掏肺地付出 德默克里特说 很多显得像朋友的人 其实不是朋友 而很多是朋友的 倒不显得像朋友 人生路上 人生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人 但真正成为朋友的 少之又少 朋友不仅是有福同享 更是有难同当 交朋友一定要交真心朋友 才不会让自己寒心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难题无法解决时 都会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 时运不济 看到别人成功时 则会感叹一句 这人运气真好 但在人生这条路上 运气并不是一切 就像于敏红说的 运气永远不可能持续一辈子 能持续帮助你一辈子的东西 只有你个人的能力 当你觉得自己运气不好时 是否想过 或许还有地方没做到位 有个书生科举落榜了 他十分沮丧 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去见家人 便到河边想寻短见 一位路过的老者救下了他 书生和老者大吐苦水 说自己准备了多年 报读诗书却落榜了 老者若有所思地听着 然后问书生 那你觉得你没中举的原因是什么 书生说 就差运气 那些中举的人就是运气好 老者说 这不见得 据我所知 当今中举的人 很多都是考了几年的 有些还考了几十年的 他们的运气很好吗 书生惊讶地摇了摇头说 他们也太不幸了吧 老者说 可你刚刚说 你和他们差的就是运气呀 书生羞愧地低下头说 我错了 有句话说 每个人的好运和不幸都是参半的 不幸的人通过努力可以扭转局面 幸运的人会因为懒散 好尽运气 谁都会遇到难题 但那些难题不是为了打败我们而存在 而是为了磨炼我们 电影《哪吒之魔童祥诗》里 有句台词说 我命由我不由天 每个人的运势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是好是坏都是自己决定的 所以不必为眼前的难题所迷惑 认为自己不幸运 好的运势都是由自己创造的 很多事情人们总以为来日方长 可以从长记忆 可岁月不待人 有些未及时做的事情 终将成为遗憾 现代著名画家李苦禅 说过这样一件事 有次一位十分崇敬 苦禅先生的老朋友 来向他求画 李苦禅十分慷慨地答应了 不巧的是 那段时间他身体不好 想着不急于一时 就没有立刻动笔 后来他忙于其他事情 便忘了这回事 一天早上 李苦禅接到了那位老朋友 病故的福岗 他这才想起这事 追悔莫及 垂胸悲泣不已 待情绪稳定后 他抱着病区起身 走到书桌前 灰泪画成白莲图一幅 提上那位老者的名讳 在恭恭敬敬 盖章于后 他亲自拿着画来到后院 肃力焚烧 含泪祷告 直到画被烧成了灰 才缓步走回画室 他沉思良久 然后和家人说 今日的婶快对老友 住成终身遗憾 今后再有求画者 绝不拖延 总以为来日方长 到跟前才知 为时已晚 这样的遗憾 是最可惜 也是无法弥补的 很喜欢欢呼哈雷中的一句话说 下次你路过 人间已无我 这句一语双关的话 告诉我们 要好好珍惜眼前 三毛说 人之所以悲伤 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 时间最无情 岁月从不等人 与其用来日方长来宽慰自己 不如及时行动 不让自己遗憾 想做什么 立刻去做 珍惜眼前人 及时行乐 才不让人生 留遗憾 马克图威说 谁来的真相 就像突然击中头部的马蹄铁 哎 痛啊 我们经常以为 事情会像我们设想那样发展 可事实给人猛然一击 让人品尝到无尽的心酸 罗曼罗兰说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品尝到心酸不可怕 可怕的是 沉浸在那些错觉中 不肯醒来 人这辈子 不图多大成就 只图个不委屈自己 放下该放下的 抓住该抓住的 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不再心酸了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你的收听 祝你晚安 好梦香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